關心和跟進這件事件 我都想再重申一次 現在碼頭的情況 雖然我們今早 國安法官接納了這個司法覆核的開審 但是碼頭的清場 那個緊急狀態是未解除的 政府它依然是有權 就他們的 現有給了我們的通知 絕對有可能 它可以在 雖然個案是會準備開審 但是它如果是尊重這個法庭 是會準備去開審這件案子的時候 它就應該是停止這個清場 但是它都有權是可以 ignore這個狀態 它都有權來到清場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在碼頭的情況 那個危機狀態是未清場的 因為清場 是不是個案件審到最後可以終止到那個清拆呢 是兩件事 所以我就希望在這裏都呼籲大家 要繼續支持我們的靜座和支持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朋友都在這裏繼續絕食 是會用他們的身體去繼續守衛這個碼頭 我們所有的動員都會在這裏繼續守衛的碼頭 那現場是否會清場呢 是視乎我們這裏的守衛能力的 那守衛碼頭的這個情況和案件進行 其實是兩件分開的事 那希望大家都要繼續支持我們 將這件事講給你們的聽眾 觀眾 讀者聽 我們現在那個狀態 其實兩個情況是分開 那我們的碼頭的清場狀態是依然緊急 那我們是需要更加多的市民 來到支持我們去留守這個說席 直到警方宣布他們去取消那個清場 或者是延遲那個清場為止 多謝